接下來的題目是 隊長指定曲 邀請到兩位選手 是簡泛帝、魏士翔請出列 各位好 好 簡泛帝 請問今天這個隊長 曉玲老師指定你唱的是 莫文衛的陰天 那表示他真的很看得起你耶 陰天難度那麼的高對不對 所以你在練習過程中 有沒有困難的地方 換氣吧 好 需要氧氣筒或者是 應該不用 應該不用 好,這是隊長指定歌 那魏士翔你要演唱的是 我自己寫的歌曲 什麼歌 叫作孟天 是你寫的啊 對 孟天啊 同名而已 對 我想說不得了 是你寫的 那之後我跟孟天在講什麼呢 就是每個人心中 都有思念的人或是夢想 就希望可以像一塊田一樣 讓他茁壯 讓他收獲這樣子 好,我們掌聲歡迎他自己的創作 謝謝 最深的指定曲 主任指定他要有一種 自己的創作 然後我提點他一下 在編曲上面把這個歌 因為他這個歌 其實蠻完整的 我只希望讓他再現代感多一點 所以在編曲上面 做些變化 拿出自創曲應戰的魏士牆 對上黃韻鈴隊 個性女生減半地 最後三分的劍鈴隊 能迎頭趕上嗎 奇異一絲一絲一絲 忘了自己曾經歸畫連篇 那個紅墊慢慢消失的平線 雨藥聽了人們走離無言 離開心中意義不捨的那個邊 離不開你初期的無言 多希望你是我的夢天 為我初期一道地平線 讓我沿著地平線走到你那邊 是否帶著幸福的臉 多希望你是我的夢天 陪我度過每個寒冷天 讓我感覺你的笑容是那麼甜 我也可以安心和離你 好遠好遠 謝謝 在觀看了范蒂上週的演唱後 老師更了解了她聲音的特質 並給予歌唱上的建議 最重要的是她能不能忠實的把這個 她看到的陰天講好 這個就是我比較希望她做的 謝謝 明天在不開燈的房間 當所有思緒都一點一點沉澱 愛恨情日裡的一點忙點 呼之欲出那麼明顯 女孩 女孩 通通讓到一邊 這合理的新聞末節就算都批容 若想著明白 真要好幾年 回想那一天 喧鬧的喜宴 耳邊想起的究竟是誰去或晚間片 感情不就是你情我願 最好愛恨這片兩步相見 已經說穿了一人正脫的一人去見 男人大可不必白跟我變 女人實在無需處處可憐 總之那幾年你們兩個沒有緣 明天在不開燈的房間 當所有思緒都一點一點沉澱 愛情究竟是精神搖滾 還是是寂寞的無聊消遣 想念映成一團光春和她的照片 就擺在手邊 傻傻兩個人笑得多甜 傻傻兩個人笑得多甜 謝謝 謝謝 也是這個唱作人 尤鴻林老師覺得 能夠唱自創曲 就已經是一種這個 精神非常好的一個態度了 我覺得唱自創曲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要 賦予她多一點點的情緒 因為這畢竟是你自己的東西 那你如果唱得很平淡的話 其實我們自己還感受不到 你所要講出來的那個故事 梵蒂呢 她口吻非常好 而且是得天獨厚的一個 一個與眾不同的辨識度 聲音非常的有自己的口吻 但是可惜就是你好像 在每個拉長音的尾音的地方 那個抖音呢 會讓人家比較不放心 好像有點 就是音準就開始飄不準 或者是你收得不是很漂亮 而且通常在你的最 就是只要是拉長音的尾音 都有這個問題 就可能這個在肺活量 也要再多練一下啦 馬上來看兩位的分數 首先是魏世祥 請評審按燈 魏世祥的自創曲 孟田得到的分數是 19分 分第一的分數喔 接下來是簡範帝的陰天 請評審按燈 簡範帝的演唱 得到的分數是 19 20 20分 好,小贏1分 這點我看出不一樣 在志炫老師身上 你給魏世祥比較高分 我其實很喜歡 我其實很喜歡 反而很喜歡你前面主歌的那種 很平淡的處理 在平淡中可以看出 藏在裡面的那種 那種涌動 我還滿喜歡你這個創作本身 這個精神還有出來的感覺 這一戰兩位可以算是旗鼓 相當不錯 不錯啦 來,兩位握手一下 謝謝 志祥 忠實